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多伦多的中城区 多伦多的中城区主要是指阳街沿线,在阳和埃格林腾交界附近 现在啊,在多伦多住Condo的地方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咱们刚才看到的Downtown 另外一个呢,就在北边的Finch,阳和Shepard沿线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咱们刚刚路过的在阳和埃格林腾的中城区附近 中城区,它连接着北面和南面,然后它本身还是在豪宅区 另外在埃格林腾沿线,它还要做一个轻轨 除此以外呢,市政府对中城区还有一个规划 准备建很多的公园啊,绿地啊,做一些步行街,一些公共设施 要打算把中城区打造成为第二个Yorkville 大家看上面这张图,这个是政府的十年规划图 它把中城区分成了五个地方 大家看上面有一、二、三、四、五都在上面 一会咱们就能看到 在这五个地方啊,是准备发展不同的这个项目 在一这个地方啊,将盖很多广场、绿地和商业 在二这个地方呢,将作为链接不同城市生活区的一个走廊 在三这个地方,将会发展大片大片的多功能的广场 在四这个地方呢,将会建很多的公寓楼 提升整个社区的生活水平 在五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右侧的这条黑线 在这个地方,将会变成一个连接不同区域的这么一个干道 这样的话,它可以把不同的这个生活区联系到一起 整个把中城区做成一个整体来发展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啊,是中城区的一个地图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整个Eglinton的沿线和仰街的沿线 其中在左侧,其实是中间的这有一个绿地 这个是多伦多非常有名的一个公立学校 其实是叫North Toronto Sea 排平非常的高 另外,在这个North Toronto Sea的西北方向 其实差不多是西侧会建一个步行街和农夫市场 相信随着政府的中城规划 整个中城区会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所以这个中城区在未来的十年之内都是非常的看好 如果大家有投资房地产的意向呢 可以多多关注多伦多的中城区 好,我是犀牛 我在多伦多用工匠精神做地产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给我留言 或者加我的微信 1867654 咱们在微信上聊